代表、村委員、高委員、王理事長、周會長、唐會長、還有何會長、各位貴賓、各位姐妹 大家好 我們婦女會奧地利婚會今天在這裡慶祝今年的國際婦女節以及海華文藝季活動 大家踴躍前來參加本人錦代表本會向各位表示無終的歡迎 同時也要特別歡迎好幾位新來的會友 還有我們今天有一位特別來賓是 越南駐奧地利的大使夫人Madame Le 歡迎掌聲鼓勵歡迎她來 國際婦女節是既有悠久 傳統性的國際日 它開始於1910年 我國是1924年才開始 雖然起步較慢了一點 而且當時我國的婦女地位也比較偏低 但是這些年來經過各方面的努力 以及我們婦女們的熱戀努力下 我國婦女的地位一直在人間的提升中 甚至於不遜色於其他先進國家 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大約有一半的人口是婦女 但是婦女所扮演的角色 卻比男士們更為吃重 婦女在現代的社會 除了要 我們婦女所扮演的角色 要比男士更為吃重 除了在社會上要發揮自己所長 在各行各業 貢獻社會外 更要在成家之後 要持家 生兒育女 相夫教旨 西方有一句話說 推動著搖籃的手 也推動著社會 雖然我們是已經很現代化的國家 可是這一句話 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時代在怎麼進步 家庭仍然是社會的基礎 家庭教育仍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保養知名 長大成人 教導他們 做人處事之道 接受完善的教育 服務社會 服務社會 服務社會的負擔 這已經是我們護理 不可澎汰的責任 今天我們在這裡慶祝護理節 希望我們除了把自己 貢獻給家庭 社會之外 我們更要進一步的 充實自己 追求深知 以藝術 文化和音樂等等 來充實自己 使我們的生活更有 涅槐和品質 希望我們以此共鳴之 最後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下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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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